法国总统马克宏昨天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被问到 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对抗疫情的处理是不是不及中共专制政权呢 马克宏则是表示没有办法和讯息不自由的国家做比较 而他说大家不要天真的以为中共处理的很好 在资讯不透明下有些事情外界并不知道 而是有关的信息和这些信息和这些信息 没有关系的信息 没有关系的信息 你没有关系的社交媒体 你没有关系的信息 但是我说,以这些选择 的选择是在中国的质量和现在的质量 而我认为 我们不在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是非常弱的 我们不知不知道 马克宏认为放弃自由来对抗疫情将会威胁西方民主国家 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 不能以健康危机为由放弃人类的基本权利